前面是三峡区天福路 今天凌晨12点左右 发生印刷工厂大火 由于长区庞大 占地1000多坪 厂内还除放了大量的化学溶进 燃烧恶臭飘散到周围的区域 包含板桥 土城跟新庄 都闻得到臭味 消防局是出动了大批人车前往抢救 四个小时之后终于出灭了火势 不过就怕这化学的物质会影响空气 环保局也出动监测 橘红色火焰从屋顶不断冒出 窗户也能看见熊熊火光 从上方看火势猛烈 简直就是一片火海 现场还不断传出爆炸声 当时私立逃生的两名员工 其中外籍劳工从二楼直接挑下 因此扭伤了脚 毕竟有阿弥啊 看不到啊 毕竟有阿弥啊 两边照照的啊 事发在12号凌晨12点30分 新北市三峡区天福路一处印刷工厂 是一家配备大型轮转机的印刷厂 大火燃烧约130瓶 经销获报全力灌水抢救 直到凌晨4点才顺利将火势扑灭 只是厂内除放一柄醇一二醇 假弥醋酸止还氧及柄醇等危险物品 大量燃烧化学溶积二臭 飘散到邻近区域 包括土城 新庄 板桥 都闻到臭味 居民人心惶惶 总共动员的84辆车车辆 机动紧密系到200 没有人员上 我在原因调查现在交友人群 我在进市中心调查 化学燃烧废气 就怕影响到空气品质 环保局也出动监测 提醒周遭居民戴上口罩 避免外出 至于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待调查理清 记者余盛行朱军益新北报导 大量燃烧废气